而另一项的赛事则是在东海岸线 2023又见瓦伦西亚东河马拉松嘉年华活动 自开放网路报名之后受到民众热烈响应 而东河乡公所也因此特别的加开了 亲子明尼马组的6公里的组别 同时也将报名期限延长到2月13号 也希望有更多路跑爱好者报名参加 路跑活动近年来受到许多民众的欢迎 不少家庭也吸加带卷一起参加 去年东河乡公所首次办理了 又见瓦伦西亚东河马拉松嘉年华活动后 广受好评 今年乡公所再度办理路跑活动 并从去年11月30日开放网路报名后 立即受到跑友们的热情响应 对此东河乡公所再度推出 亲子明尼马6公里的组别 要让家里有小朋友的跑友 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长阳在太原幽谷 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并将活动的报名时间延长到2月13日 东河乡公所也表示 本次的赛事除了马拉松活动之外 在活动会场也有农特产品的展销 以及美食市集 以及各式部落体验的摊位 要让跑友们来到东河可以玩得开心 而相关的赛事详情 也可以上台东县东河乡公所的 官方FB粉丝专页 或是报名网站进行查询 介绍陈吉林东河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